你知道深圳未来十年最有潜力的区域是哪里吗 这里是GDP超11万亿的粤港澳大湾区湾新腹地 也是深圳西境发展的黄金海岸线 不但拥有全年客流量5000万人次的保安国际机场 还有深圳的新名片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深圳作为一个商圈集聚的城市 从东到西 罗湖有万象城商圈 南山有海岸城欢乐海岸商圈 保安有保中商圈 但是西部片区的商圈代表却是一片空白 我现在的位置是华强湾汇的商业中心区 直线三公里的距离就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会展中心 锦临是深圳最有前景的11号线唐卫站 每年将带来1.5亿人次的通行人流量 加上华强城业主和周边带来的22万固定消费人群 与四所学校的人流量 未来将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 除了华强湾汇自身12.5万平米的商业 还有洪荣园和沙井海岸城商业体等等 未来将打造成深圳西部百万级的商圈氛围 所以下一个十年深圳最有潜力的区域 你知道是哪里了吗